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白杨 一生一世的爱情并不是嘴上说说的 如果承诺有用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分离 如果只靠感情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背叛 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走下去的方法 只有用心地把日子过好 美好的爱情就是从每天的思念和守护开始的 把爱挂在嘴边 不如把人放在心上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 她们会不会找到那个把她们放在心上的有缘人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起早进今天的节目 把一号女士介绍给您认识一下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来 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欢迎 来 先让我坐这边 一号女嘉宾刘彩霞 65岁 北京人 李懿 画工研究院退休 你是个头挺高的呀 你有多高呀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啊 叔叔你有多高啊 我一米七一 到了这个岁数再往回抽抽点 我这么没量过 因为我老锻炼了 人家说我不抽 基本上现在生活主要的这个结构和这个内容吧 就是坚持这个体力锻炼 就我们旁边就是一公园 这一点给我的一生啊 带来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四年级的时候我老病 隔几天就感冒 而且感冒一次呢 甚至有时候中二一个月都好不了 那时候后来我就明确 就是感觉到免疫力低下 所以我想就和他进行斗争 找到这个问题 我再和他斗争再解决问题 从那开始起吧 一直到今天吧 一直没有就是间断这个锻炼 有时候我会做一些上肢的运动啊 比如说趁筋啊 包括坐着火车啊 这种踢腿什么的 完了呢 坐操半个小时 完了再围着那个泽轿工程的大壶 再跑一圈 这样的话呢 给人带来的就是说 你身体好了 你就会看待事物就特别的阳光 所以这都不是问题对吧 你七一最起码还是实打实的 对不对 我们的一号女士 一看啊 带了这个画轴 再看着个气质 一看就是一个文化人 你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嘛 对 北京的哪片啊 长安区和平米 挺好挺好啊 都是地道北京人 有很多聊的这个基础 那你是愿意跟我们先生 来沟通一下吗 可以 可以的 那这样吧 有缘亲礼来相会无缘 对面守难亲厂上的两位 能否擦出爱的虎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我们先对一些基本的情况 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比方说子女的情况 先生是有一个儿子 现在在北京从事哪个行业啊 就是一个日系的一个物流公司 他对您在找什么态度啊 我来之前也跟我说 加油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好 辛苦 你是呢 我是有一个女儿 多大了 也成家了 应该是 对对 对您在找什么态度啊 她不太参与吧 也不支持 也不反对 对对对 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基本您可以自己做主作 对 好